马列巴部落主人拍下头89 例行道路坍塌的惊险画面 所幸当时已无人车经过 才没进一步酿成伤亡事件 不过例行村长表示 就在垮掉前不久 其实还有车辆经过 最后有一辆大货车行驶后 整段道路就硬生坍塌 场面十分惊险 南投仁爱乡头八九线 例行道路30.75K路段 27号下午4点左右 发生严重坍塌事件 有将近80公尺的路段 整段路基陷落三谷 道路中断 南投县府28号已派工程师 先行勘查道路损坏状况 工程之则表示短期内很难修复 它下面坡持续在地滑一直持续在偷空 这个我们还是要继续监测 所以说我们抢修的话 这个部分还要再跟县府还有厂商研议 我们那个大车都不能过 小车还可以绕红箱 问题这里的蔬菜都没有办法运下去 当地居民表示 由于最近正逢蔬果采收期 大车已无法进入载运 必须靠小车从红箱温泉农路接驳 或绕到离山台八线才能将蔬果运出 非常不方便 希望道路赶紧抢通 减少农产运输成本 原始新闻诺 南投仁爱 超红报导